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強叔的會客室 今天非常榮幸 我們請到水墨大師江振騎江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作品 江老師 這一幅應該是在基隆那邊 有一個叫正兵漁港 是不是? 對 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像 那是不是就這一幅作品 江老師來跟我們分享 當初是在什麼情況下去畫這一幅 這應該是寫生是不是? 對 最近我因為開始到處寫生 那寫生最重要的 還是要把這一張畫畫到 就是說比寫實的還生動 那才叫做寫生 那原則上就是說 我比較不喜歡用照片來 用照片來畫成一張畫 因為照片畫的時候就會太寫實了 那寫實有時候就是說 你要轉圜的地方就比較少 那假設寫生的時候 就可以比較有所謂的這種轉圜的空間 因為寫生它可以注重這個 這一張畫的一個生氣 生意甚至生態 都可以顧及到 所以我就說把它用寫生的方式來畫 就是親自到那個地方去畫 然後這個是一個 早上差不多五六點的時候 五點多的時候 然後塵溪 就是說路上人也比較少 然後我就在那邊畫 剛好有一艘遺船 就是要這個是比較近的 它就是說早上才出去的 然後我就看到這種畫面 我就覺得這艘船 我要把它當成也是蠻重要的 那後面的那些建築物 現在都是變成景點了 然後我就把它省略的 就是說不是那麼重視 比較重視的是整張畫的一個氣氛 就是說好像是一個漁港 那早上很不會很吵雜 然後有一些大船都在旁邊停著 那這一小時還要出去 然後我就當場就在那邊畫 這樣子看這個顏色的話 是您剛是說早成 對對對 就是說那種太陽已經有出來了 然後它的整個剛好那一天的天氣就是 看起來怎麼會好像說是紅通通的 有點像黃昏 對對對很像黃昏 然後我就把它畫了 然後在畫的當中 我就盡量利用到水墨畫的這種 所謂的濃淡虛實 強弱然後聚散 就是當時在水墨畫最重要的 這一些條件 在這個畫面上我就盡量把它 運用出來這樣 這樣老師請問一下 您剛提到濃淡虛實 我大概如果從這個作品上面 的哪邊可以好好看得出來 然後假設說像這一艘船 它就是重點 那重點的時候 我就會把很重的墨在這個上面 那遠處的船就是這個是濃 那這邊就是淡 那這些船是淡的 那淡的我給它淡的 冬的我給它濃的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樣的搭配 那這一邊的後面的建築物 看起來是濃的 但是它並沒有層次很多 所以它這樣的並不會搶過這個前面的這艘船 有最黑的也有最白的這個煙 所以它這個是黑白分明的 所以重點就放在這邊 那後面的整片 我就故意不把它做調子的這種特性 然後後面這邊就是讓它就是整個是亮的 暗的亮的 那這個暗的三分之二 亮的三分之一 在構圖上面就是在那邊斟酌一下下 然後再來就是用笔上面斟酌一下 然後吸食濃淡 然後乾濕 然後就是說這個是水墨化的特性 然後有一些東西你可以敷裂掉 因為假設你用一張照片的話 你就很難說哪邊不要 那你假設就是親自在那邊當場極地寫生的時候 你就可以增見了 就是說我不要的哪邊是我不要的哪邊是我要的 那假設你是一張照片 它拍起來就已經是照片了 就已經是在那邊了 你就是說變成比較不容易 然後真正人親自去寫生的時候 它就比較容易 你把焦距定在哪裡 哪邊就可以焦距外就敷裂掉了 可能也比較可以感受當下 比如說有風 對 或者有點涼 對 在畫的時候可能會把那個身體的感覺給帶到畫裡面 對 就是說你在畫一張畫原則上 就是說不只是說 只是用笔用墨 其實是在用思想 那你的想法可能也是在這個畫面裡面占非常大的部分 是沒有好像說可以看得到 但是因為透過你的笔墨 把你的想法畫進去 像江老師這樣 就整幅都在那邊畫畫嘛 當時就是說像這個 這一張作品並不大 那我就再當場畫 畫完 那假設說回來的時候 當然有小部分的修飾 修飾 然後假設很大的話 就是會變成另外一種方式寫生 就是說把這一張變成是草稿 就是說因為你要畫大一點 這一張就變成草稿 那假設像這樣的大就不當草稿 因為這個就當場就可以把它做到幾乎快要變成成品 那請問江老師 你畫這幅的時候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困難點 或者有沒有特別的技法 可以跟這個晚輩分享 他的困難點就是說 當時你在畫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這些東西 建築物或者說那些船 甚至於旁邊還有很多雜物 就是說你當時最難的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選擇哪裡要哪裡不要 最難的就是說 你明明看到你已經到這裡了 你又不把它畫進去 一般到那邊看到什麼就會畫 什麼都畫 對 好像你看到一桌菜 你好像什麼都想吃 嗯 結果現在就是說 有的東西你就是 要取捨 取捨的時候 就是比較困難 那風景你在基隆地區好像就畫了不少 對 因為我是本身就是基隆人 然後對這種 愛愛自己的故鄉 那個是一個 好像說是天性嘛 對 然後我就從基隆的 基隆港 開始一直畫 我畫到 畢頭角 畫到 宜蘭 畫到 宜蘭的這一段 這整個沿岸所有的景點 我幾乎都畫了 就是說像 最常去的就是巴兜子漁港 巴兜子漁港 對 附近就畫了很多了 然後再跳過去就 鼻頭角 鼻頭角也畫了一些 因為 因為 住基隆的人 就是說 對海邊的這些景物 就很喜歡 有很多的感觸 對對對 對 OK 好 那我們謝謝姜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這一幅作品 希望有機會 還可以請到姜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更多 他的水墨世界裡面的作品 姜老師謝謝 好 謝謝